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播出的南北朝侯景传 今天我们讲第二回亲兄弟 匈奴其实是一个总称 整个亚洲从州开始就是中原人和匈奴人的争夺 我一提到匈奴你是不是脑子里就认为他们是另类 这是一群非常野蛮的人 是我们的敌人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和匈奴人有共同的祖先 甚至在商朝以前我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 换句话来说你可以认为我们曾经也是匈奴人 说的更准确一点 我们都曾经叫亚洲人种 到了州朝我们才分开 这就如同一个老爸养了两个儿子 亚洲人种是我们共同的老爸 从州开始我们走了不同的道路 亚洲人开始出现分化 分为农耕和游牧 但是你要知道 完全继承了老爸的生活方式的人 是匈奴 我们其实算是离经叛道的人 是我们放弃了传统的生活 走上定居 走上靠农业生存的道路 我们从一开始就是那个变革者 我们和匈奴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明白了吗 我们是亲兄弟 这其实才是源头 咱们之间没有怨恨 手足何来的仇恨呢 但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导致了我们的疏远 我们之间的所谓民族矛盾 就跟哥俩之间的矛盾是一样的 农耕文化是一种比游牧优越的文明 至少生活质量高 于是征服开始 历史上其实每一个民族的崛起都是有原因的 甚至你想吧 每个民族的崛起都是以另一个民族的衰落为代价 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世界历史 你找吧 汉民族的崛起就是以匈奴的衰落为基础的 这你只要研究一下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版图 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少匈奴人的土地被我们无偿占有 你只要把这种占有土地的方式看成咱们现在比较常见的拆迁 你就能看出这是一件多不讲理的事 我们占有了匈奴人的土地 却对匈奴人说你要敢要拆迁费啊 我杀你全家 我们曾经就是这样的人 历史上多次记录匈奴入寇 但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吧 这些我们嘴里匈奴人的入侵事件 多数都发生在原本是匈奴人的土地上 放在今天我们就是野蛮拆迁的土匪 我们把人家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 你要赶回来啊 我打断你的狗腿 我们修了长城 你明白这意思吗 兄弟俩共有一个院子 可是当兄弟的在在院子里画条线 这里边是我的 那这就是长城的本质 开始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叫分家 可人家认为这是侵占 我们之间的仇恨就是从这里开始 我有时候 咱们有时候不能够理解周边国家 对中国人抱有的传统的恐惧 这种恐惧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 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坏人的宣传 不完全是很大程度上是几千年来我们奉行的一种政策 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咱们亚洲人的 所以都是咱们的 跟着脸一崩 啥叫咱们的 我厉害呢 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咱们的 我很想 不是 这不是说教 我也不指望你赞同 但是我希望你能想想 为什么当我们强大以后四周投来的都是那些恐惧的目光 求同存异这句话我们说了几千年 但到最后都是天下大同 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 今天的中国很多事不能着急 是吧 这些好多东西我觉得得慢慢来 展示我们的进步 远比展示我们的强大 更得人心 亚洲人其实是同一种文化 我们看日本人有多可笑 其实我们自己在别人眼里也大体上就是那样 怎么看待历史 一个前提是咱们之间是兄弟 第二个前提就是 把兄弟情分呢 放在咱们各自家庭利益的最前边 这才能做好兄弟 匈奴这个故事里 我们对自己的兄弟 其实不够好 汉武帝是一位伟大的汉族君主 是吧 就是他取得了对匈奴决定性的胜利 在汉家骑兵无情的打击下 匈奴最后分裂了 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 南匈奴后来接受了汉家文明 融入汉民族 北匈奴呢 打不过汉族 选择远离 他们进入中亚 然后从中亚进入欧洲 这次匈奴人的远征 在世界史上被称为亚洲人口的大迁移 这场迁移的原因 其实是匈奴人在自己的家园 无处存生 原本被地理隔绝的白种人和黄种人 是吧 在俄兰比尔 阿特拉的带领下 这些匈奴人的进攻 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至今他们还叫还把这个事件叫做第一次黄祸 黄种人给欧洲人带来过灭顶之灾 你要知道这些在西方横行无阻的黄种人 就是被我们赶出家门的匈奴人 我们有多可怕 你大体上就应该知道了吧 当然这些胜利啊 是在大汉朝无比强大的时候获得的 可是刚刚咱们讲过了 到了三国 从这个汉朝突然就开始没落了 中央集权开始衰落 这样在边缘地带 很多原本已经脱离了匈奴 投奔了汉王朝的匈奴民族 突然遇到一好时机 于是这些民族纷纷独立 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规划匈奴人 匈奴走了 大汉朝衰落了 一些匈奴的支派学习了 大汉朝的文化以后 奇迹般的开始崛起 从我们中原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管这叫五福乱华 所谓五福 第一福就是匈奴 剩下的其实都是匈奴的分支 枪族 险卑族 底族和节族 实际上 匈奴的影响 在这五福当中 纯粹匈奴人的影响不大 这四个分支 才是问题所在 枪族 险卑族 底族和节族 那什么原因搞得天下大乱呢 为什么五福会乱华呢 汉民族在强盛时候的 获扩张 以及突然的衰落 那就是 就是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啊 其实 就跟咱们现在 那IS是一样的 如果美国没有击败伊拉克 没有搞乱叙利亚 恐怕中东也不会乱 同样 我们赶走了匈奴 可是随后呢 我们又管不了这些地区 结果我们最终就不得不去面对五福 这五福当中啊 有非常奇怪的一股势力 这就是五福当中的这个杰族 五福 匈奴 枪族 险卑 底族 这四个也都是亚洲人种 我们之间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咱们都是黄种人 都是亚洲人 可是这个杰族 怎么看 他们都是白种人 史书中怎么记录的他们的外貌呢 他们黄发 蓝眼 落腮胡须 体毛多 而且身材高大 性格上这些人凶悍 特别是说 他们保持着吃人肉的传统 实际上也确实是说 他们一开始啊 是是匈奴人带来的奴隶 匈奴人是把俘虏当奴隶的 那个时候 此时的匈奴呢 其实已经进入中亚 实际上很可能的 所谓的截人是白种人 他们在中亚和和匈奴人的战争中被俘 匈奴人把他们当奴隶送到后方去劳动 但是随着匈奴主力后来远走进入了欧洲 匈奴人算是发现了新大陆 亚洲这边其实匈奴人就不回来了 顾不上了 我们说说到说到咱们以前讲的三国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到265年曹魏被司马仕取代进朝建立280年祥孙号三分归一统 就在祥孙号三分归一统以前 公元274年 一个叫石乐的人出生在山西上达 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痴人皇帝 好了 咱们的故事今天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讲众说纷纭的石乐 石乐到底是一个伟人还是一个恶人 我们明天讲